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卢旺达了 这是环球旅行的第八个国家 我现在是在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 这里的垃圾桶都是有中文的 这里基本上大部分的基建都是中国人建设的 包括这些道路 中国建造的公路这里长达一千多公里 就是我们一路过来 从卢旺达过来的时候 公路都特别特别的好 这边是有几个购物中心 他们这边的购物中心就这种像办公写字楼一样的 前面这一栋楼应该是这里整个国家最高的楼了 卢旺达有很多的山嘛 就被称为千山之国 所以这里跟重庆很像 就是这个道路就是上坡下坡拐弯比较多 很久都没有见到过斑马县了 还有红绿灯这个国家算很少 人口也特别的多 整个市区一点都不用挤 而且井井有序 井井有条 感觉第一印象特别的好 就是车还会让人 走吧 这边 这里就是整个首都最中心的地方 这个国家虽然也比较贫穷 但是整个他们的生活状态还是挺好的 一见各种建设的特别的好 经济发展的也特别的快 这里感觉就是特别不非洲 因为在周边的国家 就是比如说这种巴士车都是那种花花绿绿的 但是这里的就非常的素 很简约 很素 所有的巴士车 公交车都是这样 就没有非洲的那种很热烈的色彩 卢旺达被称为非洲小瑞士 哇 这里好多的摩托车 会一模一样 这些摩托车 营运车辆吧 对 营运车辆 这个国家三十年前经历了一场大屠杀 差不多一百万人死亡 到现在建设成这样 真的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全靠他们的总统卡加梅 把卢旺达人民拯救出来了 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 现在是整个非洲吧 可以说是最安全的首都之一 像之前我在肯尼亚跟乌干达的时候 在首都我基本上我都特别的小心 但是在这边我觉得特别的安全 虽然说还是需要谨慎一下 这个国家之所以比较安全 是因为这个总统比较给力 法治比较健全 而且像比如说偷盗啊 抢劫啊这种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个小哥靠手艺赚钱也还是可以 五步鞋赚脸钱 一双鞋砍价砍到人民币七八块钱 就是补就一圈全部都扎好的这种 还可以 我朋友的这个鞋身经百战 以后回国供起来 本来是准备都不要了 因为已经全部都笑口敞开了 补补还能继续穿 这一条街就是什么都有卖的 什么日用品啊 桌子椅子盘子 什么布料啊什么的都有卖的 就是杂货那些东西 但是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 卖衣服的 卖布料的 少的手工艺品什么的 哇 这个看着不错诶 这个香蕉 100 哦 1 1千 1千 哇 这个可以诶 这条街他们卖东西都拿在手上 招揽顾客 卖盘子的就把盘子顶在头上 卖香蕉的就把香蕉顶在头上 这么一把香蕉人民币七八块钱 看着还可以 这里的香蕉非常好吃 卖旺达就是山比较多 然后跟重庆的那个路太像了 这就是 就是这种弯弯拐拐的上坡下坡 现在我们准备回去了 只有在卖旺达的首都我们才骑摩托车 因为不是特别的急 而且非常有秩序 在这里就感觉特别不非洲 因为就算你行人随便横穿马路 然后车也会让人的这种 把汽车都会涨着 涨着行人 感觉太不非洲了 这里的公路建设规划 可以说跟中国一模一样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中国的影子 这个国家是我们见过非洲国家当中 红绿灯最多的国家 刚一不小心闯到斑马线来了 然后他们全部都在后面线内等着 就我们闯过来了 真的好有秩序哦 真的好有秩序哦 简直是就是骑车骑得也比较舒服 最主要是他们车会让人 了